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动画设计师刘璐奥 欢迎你璐奥 你好 璐奥是2015年的时候来美国留学 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读本科 然后本科毕业之后工作了一年 又回到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读硕士研究生 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动画专业 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本科的时候 决定要出国留学 而且要学艺术 这是很早的计划吗 这可以说并不是一个很早的计划 是我高二毕业的时候 高二暑假那一年的突发奇想 就突然觉得自己 实在是不想学一个 跟自己本人的热爱 没有什么关系的专业 然后又觉得自己非常非常 喜欢艺术和动画 然后就和家里人商量 看看有没有机会去读一些 跟艺术相关的大学专业 对 然后家里人一开始不太理解 但是后来谈了很多次之后 家里人也很开明 就觉得既然有喜欢的事 那是非常好的 就支持我来美国去读动画专业 留学其实是很早就在做计划的事情 因为你在高中的时候 对 高中的时候身边大家都准备留学 然后自己也就想 我是要留学呢 还是将来要准备高考 或者是参加艺考 在国内的美院进行这个深造呢 然后最后家里人讨论了一下 觉得如果可以有机会去美国深造的话 还是去美国读书比较好 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考托福 考SAT 然后就来了美国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像在国内如果你要考一考的话 可能对于这个艺术功底要求 是比较严苛的 那当时你在申请 纽约世界艺术学院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为此做了多久的准备 我高二毕业的时候 为国内的艺考做了一些准备 然后有了一些基础之后吧 然后到高三上半学期的时候 就觉得了解了一下 纽约世界艺术学院的申请流程 然后看了一下网上别人做的作品集 然后就按照别人已经申请进去的作品集的一些灵感吧 然后就按照网上的一些指导 就自己花了大概四到六个月完成了作品集 然后完成之后呢 就提交了申请 申请之后就 对 就收到很幸运的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然后就来美国读书了 那来美国之后 跟你想象的留学生活是一样的吗 遇到了怎样的困难 我在来美国之前 对美国的生活是一无所知的 然后也没有特别多的想象 感觉就好像在讨论一个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一样 到了美国之后 一个人到了纽约 遇到了很多很多没有想过的麻烦和挫折 但是遇到了很多朋友 自己运气也很好 一个一个都解决了 然后最后学着自己喜欢的专业 然后一直在这条路上深造 感觉 我觉得对于一个 因为我是25岁才出国留学 但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 依然有很大的挑战 那我想在你这个18岁的年纪来美国 这个挑战应该是更大的 是的 那在你读本科期间 或者是在你刚来美国那段期间 你觉得最令你难忘 或者是说挑战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挑战最大 就是高二 大二那年的第二学期的期末考试 它不是什么 并不是大四的毕设 也不是一些别的事 就是大二那一年对我来说特别特别痛苦 为什么 因为祖父在国内过世了 然后又回国去参加祖父的葬礼 然后再回来 课业就落了很多 然后在回头补上的时候 心里又很难过 因为又想着 家里很亲近的人过世了 不能接受 当时年纪也小 对挫折的这个抗压能力也不是很高 所以大二 就是第二学期的期末的时候 课业压力 然后家里至今去世的痛苦 就把我打倒了 对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 大学时候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挫折 就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 对 那最后你是怎么样度过这个时期的呢 对 就是有的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真的很简单 就当时在国外 因为同学和老师都是外国人 没有什么特别特别亲近的 像长辈一样的人物在身边 然后有一个第一学期的一个教授吧 这个老教授是一个老太太 然后在我有一天晚上就在学校做作业的时候 很沮丧 就坐在教室的外面的凳子上 然后就很难过 这个时候教授正好在学校 他就走过来问我 你怎么了 我说我就跟他讲了一下自己痛苦的原因和 这个挣扎的事情吧 这个教授就非常非常善解人意 然后他跟我说 学校不允许我说这样的话 但是我得让你知道我个人心里觉得你是我带过我最喜欢的学生 我希望你能踹着你的艺术梦想 然后坚强地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意向成为的人 然后可能就是这一段话吧 也不过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 就把我从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里拉出来了 然后认真做作业 努力地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 然后就度过了那段时间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虽然看似很短的时间 也是一些比较温暖的话 但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父母不在身边 也没有人可以依靠 然后这又是一个曾经教过你的教授 他在专业上给予你肯定 然后给你温暖和支持 所以让你能够就是重拾信心 也能够振作 好像是给了你一股力量 继续前行 当你度过这个坎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自己成长了 也变得很坚强 是的 是的 这个经历对我来说 虽然回忆起来很痛苦 但我还是很感激 自己有一段这样的经历 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加坚强的人 那当时你本科毕业之后 其实已经工作了 为什么后来又决定要回到学校 继续读研究生呢 在本科毕业之后 我和同学在一个 到艺术 在一个纪录片导演的手底下 做一份电影工作 这个电影在整个production 就它的结束之后呢 我就回国去过年 然后过年的时候 疫情就爆发了 对 然后就留在国内了 留在国内之后觉得 觉得自己的专业水平也好 还有自己对 在这个导演手底下工作的经历 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专业水平 可能没有那么完善 觉得自己可能需要再回到学校 更加精进自己 把自己的作品集也好 自己在专业方面的一些知识也好 重新再扎实地巩固一下 所以跟家里人商量之后呢 就重新申请了 同样一个学校的研究生学位 然后在第二年就 对 就在 2020年 对 2020年就开始入学了 其实那个时候 正是纽约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 对 相反那个时候的国内的疫情 中国的疫情 相对来说控制的比较好 是的 那当时再回到纽约 家里或者说亲朋好友 没有阻止你吗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你害不害怕 当年第一年是在上海线上上课 然后到第二年再回到纽约 家里人可能那个时候也都已经看开了 接受了 接受了 就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 大家也就从心底里知道 新冠这件事情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毕竟是年轻人身体也好 相信我可以就是自己克服这些困难 那但是对于你来说 这个研究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线上上网课度过的 你觉得这对你学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在你看来 最大的影响就是身边没有一起学习的同学 对 无时无刻都是自己待在房间里 对着屏幕做自己的作业 然后也没有办法跟同学线下的交流 然后又有时差 因为我白天爸爸妈妈去出门上班 我在家里睡觉 等到晚上他们回来了 我爬起来上课 对 还是比较折磨人的一段时间 对 但是这个经历就是怎么说呢 也是你们这一代学生独有的一个经历 在这种特殊的时候 肯定我们说这种学习环境 包括学习氛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老师也不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有更多的交流 那边上旁边也没有同学 可能对于这种学习上的这种困惑或困扰 它会比较大 但同时呢 可能也更加的令你有更多的时间 或者是更坚定的一个信念 继续的去思考你自己的艺术 包括今后要走的路 对 其实在国内上网课的时候 第一次发现 如果一直在家里做事情的话 时间会变得更加充裕 如果我在线下上课的话 可能每天早上要花一个小时起来洗漱 再花一个小时通勤到学校 和同学聊聊天 上三个小时课 然后再出门吃个饭 喝杯咖啡再回家 会发现做作业的时间好像不太够 但如果一个人在家里的话 反而有种苦心生的感觉 因为既不能出门 当时有隔离 又没有同学一起聊天 休息 娱乐 就天天就是起来就是工作 睡觉之前也在上课 这样的感觉 反而会觉得有了更多的时间 专注于自己的专业 那一段时间我学了特别多 当你再次回到纽约的时候 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你是什么时候回到纽约 我是2021年9月份 回到纽约之后就觉得变化很大 很多喜欢的餐馆关门了 然后疫情给大家带来的冲击非常多 但是这几年又 就是现在已经二三年了嘛 这两年慢慢的又看到 很多本来已经倒闭了的餐馆 好像又重新开业了 觉得有一种目睹了他们凋零又复苏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很不错 那当你快要到毕业的时候 你是不是心里已经就 去年五月份 你是不是心里就已经想好 我要留在纽约发展 是的 我在五月份之前 有参与一些国内的公司的项目的制作 然后在这种跟国内的公司合作的过程中 让我意识到 国内的创业 创意产业吧 他们对待创意这件事 本身的态度跟纽约也好 美国也好 是区别比较大的 这些区别在哪些方面 比如说 比如说在纽约 如果你的director或者你的supervisor 他对你的创意本身是非常看重的 在整个故事版或者分镜敲定之前 是不会有任何人比你推进工作 去给客户反馈的 但是在国内的话 一切都以客户的爱好为主 客户想 我想先看到这个是什么样子 如果好看我就要 不好看我不要 那这种时候就会浪费很多大家的精力 然后也会付出非常多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 让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工作状态 和我本人对于创意产业的工作态度 有些冲突吧 所以更坚定了 我想要留在美国工作的就是这个决心 那尤其是对于做艺术的人来说 可能自己的艺术创意和艺术表达 是放在首位的 你希望能够自己的作品 能够符合自己的这个意愿 还有自己的这种艺术审美 对 好 我们把更多话题留到下半段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陆哈之前给我们介绍了你自己一路走来从读本科到研究生 又经历过新冠疫情 然后最后毕业决心留在纽约的这个个人的一个留学经历 那当你决定要留在纽约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知道艺术工作其实和别的工作不太一样 它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而且呢就说它的这种浮动性吧 就是非常大 有时候呢可能特别忙 有时候呢可能就没有项目给你做 那你是如何开启你的这个动画师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在纽约 就刚毕业的时候吧 就学校老师寻发了一封邮件 说荷兰有一个公司想要一个动画师 替他们做一个公益相关的小电影 看到这个邮件之后呢 我当时觉得因为一方面做了准备想要留在国外工作 一方面又觉得这个公司的这个风格跟我本人非常搭调 我就立刻联系了这个公司 然后荷兰的公司对接的人员立刻找到我说 对我的作品很感兴趣 想要让我做一个商业项目 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商业项目 对是我一个人负责一个人做完 一整个小小的experimental 就解释电影 explanation video都是我负责做的 所以就觉得特别高兴 接了这个活之后慢慢的就会觉得 知道了自己工作的规律是怎么样的 大概的时间是多少 就自己有了一个比较基础的认识之后 就可以以这样的了解为核心吧 去接一些别的工作 对 所以你看哈 教授的一封群发邮件成就了你的第一个工作 估计你也没有想到 因为我想像这样的群发邮件 应该应聘的学生也有不少 是的 是的 只能说我的个人风格跟这个公司正好非常搭调 然后可能只能说是运气吧 肯定不单单是运气 我们都知道就是它可能有很多 就像你说的一个是契合的成分 他们非常认可你自己的艺术风格 但同时呢也是要你在这个工作当中 你的各方面的能力 必须要这个符合一个我们说专业吧 就是你一毕业之后就能上手 这恰恰是美国的这个大学赋予学生的 就是他在大学 他没有把你当做一个学生培养 他把你当做一个专业人士培养 尤其是研究生阶段 是的 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的导师经常跟我们说 我不太把你们当学生看 我觉得我就像是你们的老板 今天我给你们一个任务 你们就要让我面子上好看 就要把这些东西按照非常专业的流程 和专业的习惯做完交给我 然后要符合截止时间 就交给我们非常多 其实要在专业领域里学习很多年 才能得到的一些常识和规律 所以在研究生阶段 你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实习的过程 所以一毕业就能够上手工作 说的没错 那从毕业到现在 你都接了多少个大项目 可能接了三到四个吧 三到四个 到已经最近在做的一个项目 是和一个公司合作 在迪拜的一个很高的塔上 可能是最高的那个塔上 做一个中秋节相关的主针动画 主要故事就是讲 小兔子飞来飞去 向全世界的各国人民 宣传一些中国相关的文化 和中秋相关的一些icon 然后就觉得这个项目是我目前非常喜欢的一个项目 但是也非常非常辛苦 对 做动画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 跟我们说说你的毕业设计 因为你的毕业设计不但是耗时很长 做了八个月之久 但是它的成果也是非常显著 拿了很多个奖项 主针动画跟别的关键针动画也好 电脑动画也好 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 它的每一个像素 每一笔 每一画都是人手去画的 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都说现在AI都这么发达 我看他们天哪拍那个照片 就广告片 他就弄一个假人 随便往内一放 他就能够用他的这个语言 让AI给他批成各种背景 各种这个我们说样貌 穿不同的衣服 他只用拍一张照片 然后可以生成十张不同风格的照片 是的 AI刚出来的时候我也非常困惑 也进行了非常多的思考 关于我的专业到底和AI生成的这些动画 有什么区别 其实想了很久吧 前段时间突然好像想通了 这个竹针动画也好 AI后来生成的动画也好 电脑动画也好 关键针动画也好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人在参与画面的程度多少 如果说是电脑参与的动画 都是电脑计算的 虽然我们可以事无巨绪的告诉电脑 我想要一个带着红色蝴蝶结的金头发小姑娘 坐在街边笑 那无论你描述的有多好 这也不是你做出来的东西 但竹针动画的本质在于 人在画面的参与是百分之一百的 画面上出现的每一点东西 都是人手绘的 都是我画 都是我故意把它放在那里的 都是我的意思 但是如果是AI动画的话 可能人的意思会被机器缺弱一些 可能人的意思有主旨 比如说人占了百分之二十的思想的主导 但是剩下画面的生成全部由机器生成 你可以从一万张美好的图片里 选到你喜欢的那一张 但那一张是他给你的 不是你给他的 对 关键针动画也好 电脑动画也好 都是有机器的参与在里面的 人可以去尝试尽可能的控制机器 让他百分之一百还原我的想法 但那都是机器回馈给人的 而不是人做出来给别人看的 所以大家如果能看到一个主针动画 可以看到很精致的独立的主针动画 大家应该从心里了解 这个动画上的每一针每一秒 都是这个作者精进心血做给你看的 那为什么你的客户 就是他们不选择这种 我们说就像你说的关键针 或者是AI生成的动画 而需要像用你来做这个逐针的动画 我相信人的成本 尤其是在美国 应该是远远高于机器的 是的 那他们有给你理由吗 或者你觉得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是因为画质本身还是有区别吗 画质本身区别肯定不大 我觉得这更关乎于老板个人的审美 因为人看多了电脑动画之后就会累 就会觉得看的每一样东西都是3D动的 他们都非常顺滑 都是非常怎么说呢 就是丝滑 非常丝滑 但是主针动画有人手在里面画的粗糙感 这种粗糙感是很多专业人士在追求的 其实这就是风格 对 这种风格 有非常多的人在参与 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做的最近的这个项目吧 老板在做这个小兔子跳来跳去的动画的时候 也用到了3D 但是只有在跳来跳去的时候 3D才可以赋予小兔子灵活活现的动态 但是当当小兔子做一些复杂的动作 比如说他想转一个圈 他想跳来跳去 他想这个从高处慢慢的坠落下来 这种非常细微的小动作 3D很难把它做得非常精致入围 但是竹针就可以 因为它每栋一毫米都是我去设计的 我来决定它怎么样变得更加可爱 对 那你每一秒或者是每一秒的时间 你需要画多少幅画 就是换作针来说 需要画24幅画 24幅 对 有的时候画12幅 有的时候画24幅 但是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得到的效果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好很满意的 这也是为什么你的毕业作品 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那短短的三分多钟 对 而且你毕业作品的题材 其实也是非常的 我觉得和你的名字非常的贴切 对 跟我们说一说 为什么会画一个这个内蒙的小孩 和他的白马的故事 因为我妈妈 我出生在上海 但是我妈妈是一个出生在内蒙古的人 所以从下我对内蒙古的文化 或者这种蒙古的草原文化 都有一种向往 长大之后去蒙古旅游的时候 看到非常非常美的自然风光吧 会觉得非常向往 所以在做壁舍的时候 也决定替自己也好 替妈妈回不去的故乡也好 做一个动画 然后去表达自己 对于自己互相的一种 致敬和向往吧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很浪漫的一个毕业设计 对吧 因为承载了你自己和妈妈的 一个对这种家乡的一个情感 而且呢 就是这个设计拿了很多奖项 我相信这些奖项应该也为你最后 在纽约立足成为一个专业的动画师 打下了基础 是的 没有错 在有很多奖项里面有一个奖项 是弗洛里达的电影节 然后这个电影节 也邀请我去弗洛里达 参加电影的颁奖仪式 然后在参加仪式的时候 认识了很多业内的朋友 也有很多电影制作人 大家对我的电影也非常感兴趣 认识了很多人 也有人给我介绍一些主针的工作 然后接了之后 也觉得非常开心 你现在的一个工作频率是多少 就是你觉得现在的工作状态 你可以已经称得上是全职的动画师了吗 近两个月来说 可以说非常全职 对 可能每天的工作时间 有八到十个小时 其实也是非常规律的 就早上起来 休息休息 喝杯咖啡 然后从八点钟工作到下午 可能六点钟 然后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所以虽然是自己在 做一些freelance的工作 但是实际上工作频率对我来说 已经极尽于全职工作了 就基本上你的时间都排满了 这几个月是 这几个月是 是的 所以你看从去年五月份毕业 才到现在一年 一年多的时间 你就已经能够完全成为一个 全职的动画师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谢谢 在你看来 你觉得就是在纽约 做动画师 它的一个生存净率 真实的生存净率 是怎样的 你是属于其中比较 成功的那一部分呢 还是说你觉得可能 大部分人都会有 像你一样的击遇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吧 我觉得我的我算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动画师 大部分只要认真工作 然后努力去克服自己的性格问题 去socialize 那一定可以遇到合适自己的工作 就是说这个行业在纽约的市场 还是非常大的 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是这么说吗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 对 取决于你的运气 或者你个人的风格 符不符合这段时间市场的商业要求 如果说这段时间 大家喜欢的风格 正好跟你本人的风格比较接近 那你可能就会接到很多火 那可能到明年或者到后年 大家突然又不喜欢竹针动画 又看腻了 突然喜欢看丝滑的电脑动画 那可能竹针动画的市场 就会稍微冷却一下 到那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 作为动画师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只要封营自己的作品 即一直保持创作 那一定会等到 属于你的这个更合适的